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中 辍学 我要赚钱就我的初线 我进过工厂 进过工地百无地盘 在我人生落魄的时候 如上家全露出街头 当我在工地打工的时候 偶尔之间看了一本书 罗伯特替星期先生写的《熊爸胡爸爸》 这本书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名字 我开始大量地学习财商的课程 最开始是学习《熊爸爸》系列书籍全部买回家 然后一本书看十遍八遍一百遍 然后当我得知《熊爸》在北京开课的时候 我花了我五年在工地里面赚的钱去跟他学习 就是因为那次学习 让我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新镇 开创了自己的起义 让我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帮助父亲欢欣所有的债务 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 以父母的名义在老家 绝对所寺庙 绝对所希望小学 从我们当地整个周氏家族最穷的 变成了如今我们那里 整个周氏家族最富裕的 清晰先生讲过 父爸爸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财商 发明了智慧 要去帮助其他国家付钱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一个老师讲财商 能够帮助像我一样有梦想的文青 所以当我实现财富自由以后 我决定走上讲台 把我毕生所学全部通过讲台传播出去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有梦想 青年的时间 有30万人走进我的客人县 实现财富自由 在线上周老师的一段视频 中国梦 点击了中国7个影响 无数中国人 周老师希望不思想上市的目的 是为了成就员工成就顾客 更关键的是 能够让我用这批钱 来去全中国兼更多的小学 中国因令我 而有了一本新的教材 叫财商学 从中国的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 我们有一个财商课 这辈子我能够干成这件事 四二五 我会的主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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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